哎 安安 今天你怎么来了 今天不是周末吧 你在公司干嘛 我刚刚看见你发的朋友圈 然后我看见你在家的 所以我就过来找你玩了 过来找我玩了 你这是什么 我 我 吃饭 你在公司你一个人就吃泡面 泡面都没有营严 你以后还是少吃泡面了 把泡面给我 我这吃着呢 我马上吃完了 给我 你以后不能吃泡面了 我不吃泡面我吃什么 你吃这个 以后我都给你带来 这是什么 这是我要给你做的呀 哇 就是 然后给你做的 哇 就是 是 黄芹圆子 嗯 嗯 嗯 这个 是 金珠味色 你吃得逛吗 我 你吃得逛吗 嗯 嗯 嗯 姐 我说把你的午饭给吃了 你这是吃过泡面的吗 没有呀 我就是突然想吃泡面 真的吗 没有 不行不行一起吃 赶紧 来 吃吧 一起吃 你吃 你吃 我吃一半 你吃一半 你吃 你先吃 我吃泡面挺好吃的 我今天挺想吃的 嗯 啊 你这个点 你这个点 你这工作也太上街了 你赚这么多钱 赚 赚 赚这么多钱 赚 赚 因为我怕穷 不会吧 对 因为我从小家里特别的穷 我从来没有听你说的这些 我告诉你 如果你们家 可以说穷得叮当响 不怕你想喝 我们家穷得想都没得想 在我看来 赚灾度的钱 不是为了自己有多年啊 而是为了以后 我和我的爱人 生活更有宝藏 是为了我的父母 在同事朋友邻居面前 高人一等 受人尊敬 你知道吗 今天 十年前 你周围的人 会根据你的父母的收入对待你 十年过后 你周围的人 会根据你的收入对待你的父母 所以 曾经 咱们没开始工作之前 已经被人瞧不起过了 所以 我们不能让父母 再让别人瞧不起 为什么赚钱 还是为了亲人 在生病的时候 不会因为钱而放弃治疗 和延误治疗 可以这样说 假如没有钱 可能在亲人生病的时候 会因为家里没钱而落下残疾 甚至丢掉幸福 是为了假如以后 我要是论过 那么 当他在出家之时 也不会因为 家里没钱 受到婆家的钱 在外人面前 也能昂出紧张的自信 他爹 永远是他的靠山 说简单点 为什么要留下 是为了尽可能的 把命运抓在自己的手中 当遇到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 出了增性 我还能给他 物质保障的事 那个人出现的时候 无论他是平穷还是无聊 我都可以坚定地选择 这该是独立的意义 从梦想装剑走天涯 看日盼世界的繁华 年少的心中有些轻狂 如今你似爱之家 怎样你心灯的姑娘 如今你悄然无踪 知道了 今天算是 从心认识 你会想要烦恼 从心认识 对 要么 我再给你做个自我介绍 我最近换了一个新名字 什么名字呀 嗯 你好 今天你是 我姓龚 比大部分同事呢 年纪大一点 所以 你不介意 可以叫我一生老公 你赶紧吃吧 你放多年了 我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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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了